GINO GINO 我在硬碟裡面竟然發現了一支早就該上的影片 故事是這樣子的 2018年的7月份 我跟一群好朋友們一起去看了瓊斯杯 這時候呢我們好朋友們就相約 我們每個人都要穿林舒豪的球衣 來當做今天的主題 於是呢我就穿了這件衣服 我們一群好友全部都穿林舒豪的球衣情況下 我PO了這一張的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發生了什麼事呢 沒錯我現在邀請到西餐 前幾天的事情吧 你不記得喔 那我讓你回憶一下 我現在打開我的個人IG 往下滑我們找一下那張照片 找一下齁 在這裡這一張 有406個人按讚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我們往下滑 出現了這一位 JEREMY LIN 好像跟你的衣服有點類似喔 憑什麼被他按讚 為什麼我到現在想不穿 我穿了多少次林舒豪球衣嗎 林舒豪每一件球衣我都有 有是但沒有球衣 錄影片也穿他的球衣 唱歌也穿他的球衣 然後我不要再林舒豪很多次喔 穿他沒有在我站 Never HELLO 事實證明了一件事情 他其實比較喜歡我的照片 剛剛那個照片 這個人 有三個人的球衣是穿我的 這時候我這一件是我自己的 其他三個人 其他三個人 都是JUMI 0118的球衣 都是我的球衣 然後我就想說 給我的朋友都穿林舒豪 來一個林舒豪日來加油 結果林舒豪按了這個讚 你是那天看了窮獅 被看到一半我被按讚 你是整個沒有心情 我直接看不下去 是自己滑好 然後我說 林舒豪 為什麼林舒豪按一讚 Juno還不知道 喔真的喔他按我讚 然後他一副不在乎 我都一直懷林舒豪按誰讚 所以我覺得我愛林舒豪這麼久 為什麼他都不願意給我一個讚 好妹妹我跟你講 今天有一個集合 因為我覺得林舒豪有可能會看到這個影片 你直接告訴 現在在看影片的舒豪哥哥 你覺得舒豪哥哥會看你的影片嗎 我想辦法讓他看到 他既然都幫我按讚 那我覺得他看一下我的影片 應該也不違過 我想知道 舒豪你有沒有曾經那麼一刻 注意到有一個女孩 在台灣非常愛你 每天穿你的球衣打籃球 我打這麼多年 就是為了想要讓林舒豪打籃球 你有沒有曾經有一刻 發現我的愛去標籤你 然後你有看我的影片 但是你不按讚 希望舒豪可以默默的注意到 有一個人是 那你是跟他很熟是不是 你不是說他會看到嗎 不然我叫他什麼 舒豪 baby 好 喂 最後再跟他講一句話 我會永遠 當最支持你那個人 我愛你 剛剛已經讓喜菜妹妹 講完他的心中的那番話 希望舒豪哥哥呢 If you're watching the video Please look it up on the Instagram Jumi0118 Jumi0118 我打算等到老鷹隊球衣出來以後 我要買 然後我要穿全部他的球衣 拍影片 然後他還是不會按讚 保證要讓林舒豪看到我的用心 欸我跟你講我現在目標已經達到被按讚 下次我就是要希望他幫我分享 真的我覺得有機會 假設林舒豪願意分享我的影片 我覺得我人生應該是已經兩無遺憾了 好大家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有沒有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離奇 重點是超級幸運而舒 不過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成功的 我就將舒豪哥哥的球衣 送到舒豪的手上給他簽名 這是我目前還沒有達成的成就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可以達成這個成就 然後繼續跟我的好朋友 洗菜 跟他炫耀 我告訴你 這故事不會結束 只是個開始啊